第113集 李金贤惊得手一抖 茶水晃了出去 洒了一身 也不顾得擦拭 木然起身 是不是你祖母 不是 是母亲和妹妹被人劫持了 那些贼人索要八十万两属金 李金贤挣了一下 傅又缓缓坐了下来 默然道 这个家 已经被你母亲败光了 哪里还拿得出八十万两 别说没钱 就算有 他也不会拿去赎那个贱人 最好那些贼人私票 方能泄他心头之恨 可是父亲 咱们不能不给啊 李明泽把信摊到父亲面前 那些贼人说 他们手里掌握着咱们家的 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若是不交赎金 他们非但要把妹妹 卖进窑子里 还要把这些丑事 交到御史台 李金贤看完信 勃然大怒 拍案而起 定是这贱人 为求自保 恶意诋毁于我 这个贱人 难道非要害得我家破人亡 才肯罢休吗 李明泽一阵难过 母亲和妹妹落在这些贼人手里 生死未卜 父亲 父亲就算再恨母亲 可妹妹总是她的亲骨肉 父亲不想办法救人 却一味地责骂母亲 真叫人心寒 若是他自己能拿得出八十万两银子 他早就自己去救人了 明泽忍下对父亲的不满 禁言道 父亲 现在御史台的人 正愁拿不到父亲的错处 若是这些证据落在他们手里 恐怕对父亲极为不利 而且 若是叫外头的人知道 母亲被劫持 父亲却见死不救 定会惹人非议 还请父亲以大局为重 李金贤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还是已是恨他入骨 肯定是知道什么说什么 幸亏他留了一手 没敢让韩氏知道 他贪磨兴修水泥和赈灾银两的事 要不然 他的命休矣 只是 即便那些说受一些贿赂的小事 让御史台的人知道了 他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李金贤沉默半生 这件事 先不要声张 如为父想想办法 父亲 贼人只给两日时间 李明泽提醒道 李金贤不悦道 为父也没瞎 看得见 李金贤抑郁得很 这个贱人走都走了 还要给他添这么大的麻烦 八十万两银子呀 要拿去救那贱人 实在是不甘呢 李明泽不敢太相信父亲 为了以防万一 他得想办法自己筹银两 可是这么大一笔数目 他要上哪儿去筹 就算若言同意把他的嫁妆拿出来 也远远不够 明泳说不定有钱 叶家更是资产雄厚 可是 明泳和叶家都恨母亲 怎肯深以援手 想来想去 都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李明泽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 林兰见丁若言出去一趟 回来便神色不对 心不在焉的 算算时间 该是明运的第三招出手了 扎爹此人毫无情意可言 若叫他拿出银子 救老巫婆和李明珠 他多半是舍不得 说不定 扎爹此刻 巴不得老巫婆死掉 所以 必须有让扎爹 不得不顾忌的筹码 若是扎爹一定要当铁公鸡 那么 对不起了 那些贪污的证据 就会借老巫婆之手 送到御师台 计划是很妙 天衣无缝 可林兰心里 一直有一个隐忧 扎爹贪污的数目不小 明运虽然只承送一部分证据 以保证扎爹不会被杀头 亦不会被株连九族 可天威难测 皇上的权力 凌驾于法律之上 一切都看皇上的心情而定 明运此举 还是有风险的 但明运心意已决 哪怕丢了前程不要 也要叫扎爹再无翻身之日 当不当官的 真的无所谓 做个逍遥自在的商人也挺好 希望 一切顺利吧 晚上 丁若言看着愁眉苦脸 在灯下长须短探的明泽 默默地去打开柜子 捧出一个匣子 放到明泽面前 这些是我的嫁妆 若不是急用 或许能换上二十万辆银子 可现在急用 我想顶多也就只能换到十几万辆 钱虽不多 但能解决一点 是一点 明泽一直纠结着 该不该问若言要嫁妆 开不了这个口 没想到 若言会主动拿出来 明泽感激得不知该说什么 心中很是愧疚 若言嫁给他 就没过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以前是他不争气 没出息 让他失望 等他想努力了 家中却横遭变故 如今还要拿他的嫁妆 他实在是太没用了 太对不起若言了 这几日 他也想了很多 如果李家真的垮了 他绝不能再拖累若言 明泽把箱子推了回去 还是收着吧 我会想办法的 若言微微一审 你的事便是我的事 你我夫妻一体 还分什么彼此 李静贤纠结了一夜 最后还是决定破财消灾吧 天未亮 李静贤让人背了马车 悄悄地去到东城 一间外表普普通通 毫不起眼的宅子 叫车夫在外面候着 自己一个人进了宅子 叶家的筹断铺里 叶德怀听到来人回报 缓缓点头 嗯 让五字继续盯着 再给丁大人透个风 丁大人念在两亲家 定会给那老狐狸通风报信 然后让谷先生见机行事 是 小的明白 那人喜滋滋的 老爷只管放心 咱兄弟一定把罗鬼敲得热闹些 让那老家伙好好唱一出四面楚歌 叶老爷笑得那叫一个书心 没眼全书展开来 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慢慢收 一点一点收 累得那个老狐狸 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那人黑黑一笑 抱拳失礼退了下去 叶老爷悠闲地喝了口茶 大声喊道 文总管 文总管应声进来 老爷 有何吩咐 你去帮我把福安叫来 李金贤在宅子里待了一炷香时间 又坐了马车回到雷府 祝妈妈为老太太吃药 老太太喝了两口 咸苦 抿着嘴 认住妈妈怎么劝 就是不肯再喝 林男一旁淡淡倒 祖母 您若是想一辈子就这么躺着 想动也动不了 想说也说不成 跟个活死人一般 那就不要喝吧 老太太面上肌肉不住抽动 死死地盯着林男 似乎很生气 祖母 您生气也没用 生了病就得喝药 得听大夫的话 要不然就算华佗在世 也没办法 林男说道 以前实习的时候 见过很多不配合的病患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跟自己赌气 跟医生赌气 她有的是办法对付 对老太太这种人 哄啊劝啊都没用 老太太一辈子要强 若要她余生就这么半死不活地度过 她宁可现在就死掉 而老太太既舍不得死 也不干就这副样子 所以不如实话实说 老太太瞪了许久 终于挫败地闭上眼 须余睁开 眼中也没了韵色 林男给祖妈妈使了个眼色 祖妈妈忙把汤匙送到老太太嘴边 老太太犹豫了一下 张开了嘴 这次没有耍脾气 老老实实把药喝完 祖妈妈松了口气 也就是二少奶奶敢对老太太这么说话 老太太偏还就服二少奶奶 别人磨破嘴皮子也没辙 这样就对了 祖母您这病得慢慢来 不能急 孙媳妇一定会想办法 让祖母早日站起来的 林男玩耳一笑 拿了颗冰糖给老太太含上 二少奶奶 玉蓉站在石井格子外患道 林男道 祖妈妈 您待会儿帮老太太揉揉手脚 我先出去一下 祖妈妈挨了一声 哎 这里有老奴伺候着 二少奶奶只管忙您的 林男冲老太太服了一服 老太太 您先歇会儿 孙媳妇先告退了 出了内饰 玉蓉要开口 林男用眼神指住她 两人回到洛霞斋 林男方问道 何事 玉蓉禀道 方才福安来了 说这几日 二少奶奶没去铺子里 静伯侯夫人 怀远将军夫人 还有裴小姐 都到铺子里去过 知道二少奶奶这阵子脱不开身 就留了书信 玉蓉说着 把三封书信交给林男 林男边走边拆看 心里暖暖的 三封书信的意思 大抵相同 没多余的话 知道 你若是有难处需要帮忙 只管开口 李家出了事 平日里常来 离府走动的人 都不见了踪影 避之唯恐不及 他们能在这个时候 说出这样的话 亦是难能可贵 二少奶奶 玉蓉去把房门关上 小声道 叶大老爷还让福安 收了话来 林男眉头一连 说什么 玉蓉笑道 大老爷说 准备收网了 叫二少奶奶 自己心里有个数 林男面色平静道 二少爷知道了吗 玉蓉道 大老爷已经派人 去知会二少爷了 嗯 我知道了 你去叫锦绣来见我 玉蓉扶了一礼 退下 他虽不太清楚 二少爷和大老爷的计划 但他知道 离老爷倒霉的日子 不远了 不一会儿 锦绣来了 大少爷那边有什么动静 锦绣回道 大少爷一早就出去了 大少奶奶叫洪商捧了个匣子 也出府了 现在都还没回来 林兰默了默 李明泽倒是紧张老巫婆和妹子 不过明泽在京中 并没有多少朋友 有的也只是几位酒肉朋友 段不会借这么多银子给他 丁若言给洪商的那个匣子里 估计是他的陪价 他早摸过点 丁若言的陪价全卖了 也是杯水车薪 起不了什么作用 威宇阁那边不用管了 叫冬子留意着 老爷那边的举动就是 林兰吩咐道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夜市留下的东西 今日便能全部拿回来 丁若言在房里 坐立不安 明泽出去好久了 也不知能不能借到银子 一个丫鬟进来禀报 大少奶奶 刘妈妈来了 丁若言一证 刘妈妈是母亲身边的老妈妈 这回子怎么过来了 请刘妈妈到花厅 我这边过去 李静贤看着那一叠银票 想着过了今日 这些银票就不属于他了 当真有些肉疼 我不担心啊 父亲 丁若言急慌慌地闯 李静贤忙拿了一本书 把银票盖住 看着一脸惊慌的儿媳妇 不由得心里一紧 何事这般惊慌 丁若言急当 是才我母亲让身边的老仆人过来 说了一件极紧要的事 李静贤的心沉了沉 何事 我父亲听闻御史台 查到了父亲 丁若言有些难以启齿 说了便是 何必吞吞吐吐 李静贤心急倒 丁若言咬了咬唇 说道 御史台的杨大人 查到通宝钱庄里 有一百万两银票 是寄在三叔的名下 他们怀疑这些银子 是父亲贪赃受贿所得 李静贤脑子里 恍若乍响一道惊雷 炸得他魂飞魄散 跌坐在椅子上 杨大人居然查到钱庄里去了 丁若言看公爹的神色就知道 这事多半是真的 心里暗暗嚼哭 这一波未贫 一波又起 这人倒霉起来 连喝水都要塞牙缝 父亲 您还是早做准备的好 丁若言轻声道 他做儿媳妇的 自然不能去指责公爹 况且指责也没用 他只是感到悲凉 一夜落儿知秋 如今李府 已是落叶满地了 丁若言何时离开的 李静贤也不知道 只觉得无形中 有一张巨大的网 扑天而下 让他无处可逃 围观十几年 从来都是他运筹帷幄 一步步谋算 一步步成功 何曾这般被动 如砧板上的鱼肉 他很惶恐 御史台的杨大人 是个十分固执之人 认定之时 便是九牛二虎 也休想拉住他 几年前 这位杨大人就参过他 说他贪慕两湖水灾的 赈灾款项 只因证据不足 没能得逞 也正因如此 这几年 他行事越发地谨慎 以免受人以禀 他将一部分银粮 以三地的名义 存入通宝钱庄 黄金则全部藏于 天津那间宅子的密室中 自以为神不知 鬼不觉 没想到 还是让杨大人 摸到了钱庄这条线 李金贤看着桌上的 一叠银票 不禁冷汗层层 这些银票 暂时是不能用了 只要有人拿着银票 到通宝钱庄去兑换 他就玩完 亏得老姓家够义气 将这般要紧的消息 透露给他 要不然 他就成了瓮中之别 李金贤连忙叫人被车 又赶紧把银票 藏回到城东的那间宅子里 当初置办那间宅子 用的是刘姨娘 他表哥的名字 希望御史台的那些狗的鼻子 不要太灵光 等过了这一阵 再想办法 把这些银票处理掉 李明则在外头奔波了一上午 毫无收获 垂头丧气地回来来 丁若言一看他的神情 就知道事情办得不顺利 我已经让红商 去把我娘陪嫁给我的庄子 还有首饰什么的 拿去当了 不过 当铺只肯出十二万两 跑了几家都是如此 丁若言也有些沮丧 本以为能换到更多的银子 明则错愕 有些生气 口气不太好 不是让你叔指不要动吗 赶紧去数回来 丁若言低着头 清道 父亲可能是没法子了 浴室台的人正在查父亲 贪赃一事 明则听了 嗡的一声耳鸣 他挣了半声 猛地吵起一支茶杯 朝墙上猛摔去 碎瓷片四下绷奸开来 贪娘的 李家真是走了什么违约 迫是一桩接一桩的 还让不让人活了 李明则大怒 便是个泥人 也忍不住要发狂了 丁若言静静地看着 如同困兽般挣扎 嘶吼的明则 滴滴道 事到如今 能救李家的 只有二弟了 李明则突然坐了下来 抱着头 痛苦的声音 可我有什么脸面 去求他 丁若言冷静道 现在不单单是 救你娘和妹妹的问题 而是事关李家的村王 覆巢之下 烟友完卵 他也是李家的一份子 不会坐视不管的 李明则思寸良久 缓缓抬起头 双眸透着一份决然之色 好 我去求他 让我给他跪下磕头赔罪 都没关系 只要他肯帮忙 是才 我已经求过二弟妹 他说 他让人把明云叫回来 剩下的就看你了 李明云一回府 就看见明则等在府门口 一见他回来 明则快步上前 拱手道 请二弟到书房一续 李明云犹豫了一下 一部外书房 李府有两个外书房 左手边是李敬贤的书房 右手边是明云的书房 一进门 明云就听见身后扑通一声 回头一看 明则直挺挺地跪在那里 明云大惊 连忙去服 大哥 您这是做什么 明则推开明云的手 诚恳道 二弟 大哥知道 这几日你心里不好说 大哥也很难过 从来 我都是羡慕你 羡慕你有爹疼 有爹爱 羡慕你可以做名正言顺的李家少爷 我还替我娘抱屈 明明我娘才是爹的结发之气 却只能活在阴暗中 见不得慌 如今我才知道 错了 都错了 我娘和爹的自私之举 对你和你娘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李明泽面色一致 再次相服 大哥 起来说吧 不 二弟 你听我说 今日我实在是没脸来求二弟 可是除了二弟 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找谁 我娘是罪有应得 可明珠是无辜的 还请二弟 暂且抛开恩怨 示意援手 救救我娘和明珠 李明泽说着 就要给明允磕头 明允连忙托住 不让他磕 大哥 到底出了何事 明泽愕然地望着他 二弟还不知道 弟妹没告诉你 李明允故作茫然道 说什么 林兰只说家里出事了 叫我速速回家 事发已经一天 父亲和大哥都没有找他商量 他也只做不知 看谁沉得住气 快起来说话 两人坐下 明泽把昨日收到勒索信 信上的内容 以及御史台在暗查 父亲贪赃的事 悉数说与明允听 李明允默然良久 皱眉倒 这事 不太好办呀 原本遇上这种事情 报官是正途 怕只怕 贼人手里当真拿着对父亲不利的证据 这事 父亲怎么说 父亲那边 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我已经不指望他了 李明泽语气里 毫不掩饰对父亲的失望 李明允想了想 叹道 哎 家中现在哪里还有现隐 对子 因为 我还没说 之后